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在美国举办了2024年台积电北美技术论坛, 披露其最新的制成技术、先进封装技术,以及三维集成电路3DIC技术。 凭借此,领先的半导体技术来驱动下一代人工智慧AI的创新。 台积电指出,适逢台积电北美技术论坛举办30周年, 出席贵宾人数从30年前不到100位,增加到今年已超过2000位。 北美技术论坛与美国加州圣塔克拉拉市举行, 为接下来几个月陆续登场的全球技术论坛揭开序幕。 本技术论坛亦设置创新专区,展示新兴客户的技术成果。 台积电总裁魏哲家则指出, 人们身处AI赋能的世界, 人工智慧功能不仅建置于数据中心, 而且沿泪置于个人电脑、行动装置、汽车、甚至物联网之中。 台积电为客户提供最完备的技术, 从全世界最先进的锡晶片,到最广泛的先进封装组合与3DIC平台, 再到串联数位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特殊制程技术, 以实现他们对AI的愿景。 台积电在今年技术论坛上, 首先宣布将推出先进的N4C技术以依应更广泛的应用。 N4C延续了N4P技术, 精力成本降低,高达8.5%, 且采用门槛低, 预计于2025年量产。 据介绍, N4C提供具有面积效益的基础锡制裁及设计法则, 介于广被采用的N4P完全相容。 因此, 客户可以轻松移转到N4C, 精力尺寸缩小, 亦提高良率, 为强调价值为主的产品, 提供了具有成本效益的选择, 以升级到台积电下一个先进技术。 台积电的CoOS是AI革命的关键推动技术, 让客户能够在单一中介层上并排放置更多的处理器核心, 及高频宽记忆体HBM。 同时, 台积电的系统整合晶片SOIC 已成为3D晶片堆叠的领先解决方案。 客户越来越趋向采用 CoOS搭配SOIC及其他原件的做法, 以实现最终的系统级封装 System in Package SIP整合。 台积电系统及晶圆技术 提供了一个革新的选项, 让12英寸晶圆 能够容纳大量的精力, 提供更多的运算能力, 大幅减少数据中心的使用空间, 并将每瓦效能提升好几个数量级。 台积电已经量产的首款SOW产品, 采用以逻辑晶片为主的整合型, 擅除info技术, 而采用CoOS技术的晶片堆叠版本, 预计于2027年准备就绪, 能够整合SOIC、HBM及其他原件, 打造一个强大且运算能力, 媲美数据中心伺服器机架, 或甚至整台伺服器的晶圆机系统。 另外,台积电正在研发紧凑型通用光子引擎, COPIM技术, 以支援AI热潮带来的数据传输爆炸性成长。 COOP使用SOIC-X晶片堆叠技术, 将电子裸晶堆叠在光子裸晶之上, 相较于传统的堆叠方式, 能够为裸晶对裸晶界面提供最低的电阻及更高的能源效率。 台积电计于2025年完成支持小型插把式连接器的COOP验证, 接着于2026年, 整合COOS封装成为共同封装光续元件, COPACKAGED OPTICS, CPU, 将光连接直接导入封装中。 即2023年, 推出支持车用客户极早采用的N3AE制程之后, 台积电借由整合先进晶片与封装来持续满足车用客户对更高运算能力的需求, 以符合行车的安全与质量要求。 台积电正在研发INFO OS及CO OSR解决方案, 支援先进驾驶辅助系统ADAS, 车辆控制及中控电脑等应用, 预计于2025年第四季完成AECQ100第二季验证。 随着台积电领先业界的N3AE技术进入量产, 接下来的N2技术预计于2025年下半年量产。 台积电在此次的北美技术论坛中的重点, 则是首度公开的台积电A16技术, 即1.6nm工艺, 结合领先的奈米片电晶体及创新的背面供电, Backside Power Wheel解决方案, 以大幅提升逻辑密度及效能。 结合台积电新推出系统及晶圆TSMC-SOWTM技术, 此创新解决方案带来革命性的晶圆及效能优势, 满足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未来对AI的要求。 据介绍,A16将结合台积电的超级电轨 Super Power Wheel构架与奈米片电晶体, 预计于2026年量产。 该超级电轨技术将供电网络移到晶圆背面, 为晶圆正面释放出更多续号网络的布局空间, 借以提升逻辑密度和效能, 让A16适用于具有复杂续号布线 及密集供电网络的高效能运算HPC产品。 台积电表示,相较于N2P制程, A16在相同VDD工作电压下, 速度增快8%至10%, 在相同速度下, 功耗降低15%至20%, 晶片密度提升高达1.10倍, 以支持数据中心产品。 台积电即将推出的N2技术将搭配 TSMC Nanoflex技术, 展现台积电在设计技术协同优化的崭新突破。 TSMC Nanoflex为晶片设计人员提供了灵活的N2标准元件, 这是晶片设计的基本构建模块, 高度较低的元件能够节省面积并拥有更高的功耗效率, 而高度较高的元件则将效能最大化。 客户能够在相同的设计机翼体块中优化高低元件组合, 调整设计, 进而在应用的功耗、效能及面积之间取得最佳平衡。 台积电表示, 台积电高管表示, 人工智慧AI晶片制造商可能是该技术的第一批采用者, 而不是智慧型手机制造商。 分析师表示, 台积电宣布的这项技术可能使业界对英特尔在2月份的说法提出质疑, 即英特尔将凭借自认为相当于1.4nm的Intel 14a新技术超越台积电, 制造出世界上最快的运算晶片。 台积电业务发展高级副总裁Kevin Chong表示, 由于人工智慧晶片公司的需求, 该公司开发新的A16晶片制造工艺的速度比预期更快, 但没有透露具体客户的名称。 Kevin Chong说, 人工智慧晶片公司真的希望优化他们的设计, 以获得他们拥有的每一样丝效能。 Kevin Chong表示, 台积电认为不需要使用ASML的新型HiNA高数值孔径EUV曝光机来制造A16晶片。 英特尔日前透露, 他计划成为第一个使用这些每台售价3.73亿美元的设备, 来开发其Intel 14a晶片的公司。 台积电于2026年推出新的晶片背面供电的新技术, 有助于加快EI晶片的速度。 英特尔已经宣布了一项类似的技术, 旨在成为其主要竞争优势之一。 分析师表示, 这些公告对英特尔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及他将重新夺回世界晶片制造的桂冠。 研究机构Tech Insights副主席Dan Hutchison在谈到英特尔时表示, 这是有争议的, 但从某些指标来看, 其认为它们并不领先。 但Tiers Research负责人Kevin Crowe警告称, 英特尔和台积电的技术距离交付还需要数年时间, 并且需要证明实际生产的晶片能够达到其纸面宣传的效能水平。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